大学的招生官都希望收到新生群体的多元 是能够在学术领域上面有新的想法和创意的关键 只是招生会考试的学生 很显然已经不能够满足当代学校的要求 应用而生的Holistic Review的招生政策 除了通过考试考察学生的学术能力 招生官也会利用课外活动 申请文书、推介信、面试等等的方面 来考察一个学生的软硬实力 很多的学生家长跟学生每一次 在准备申请文件的时候 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会上 他想去的大学的学校的网站 然后按照网站上面说要准备的资料 来好好的准备 您就会发现其实越好的大学 他讲的要求学生的标准其实是越松散的 美国大学申请有一个共同的现象 叫做Holistic Review 就是全面性的这个审查 那么看的东西不是只有单方面的 不是只是看你学校的成绩而已 或者是只是看你某一方面的杰出表现而已 所以很多的家长跟学生看到这样子的Holistic Review 常常会陷入一种迷思 那个迷思呢就是好像还蛮容易进去的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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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